Hello 大家好 我是Biko 欢迎收看本期的每周360 在我们开始之前 记得先帮我们like share 还有subscribe 也别忘了follow我的IG哦 第一则新闻 全新一代Toyota Camry即将正式登场 最近Toyota在美国发布了一张预告图 表示在11月份会有新车发布 虽然Toyota本身并没有说是什么新车发布 但是有国外媒体表示 这会是全新的Toyota Camry 你们知道吗 其实现在我们可以买到的Camry 已经是6年前的车款了 所以这一次有新车发布并不奇怪 这一次Camry的改款 还有一个重点要告诉大家 就是有新的引擎哦 日本媒体爆料说 新款的Camry会采用2.5L的 插电式混合动力引擎 预则50公里的纯电续航 302HP的最大马力 0-100加速 6秒而已 这样的性能你敢相信是Camry吗 不过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新的Camry 什么时候会来的马来西亚 希望是尽快啦 你们会期待新的Camry吗 影片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哦 来到我们的第二则新闻 全新一代Mazda CX-5正式在开发中最快2024年发布哦 对于喜欢Mazda的朋友来说 这绝对是一个惊喜耶 因为在之前Mazda的高层就已经确认了 现在在欧洲美国还有马来西亚都卖得很好的CX-5 终于要有大改款了 而且日本媒体也有消息指出 这款车目前已经在研发的阶段 最快会在2024年 最迟2025年就可以看到这款车了 虽然CX-5和CX-60还有CX-50的定位有一点点接近 但是因为目前CX-5是在Mazda全世界内最好卖的车款 所以Mazda是不会随便放弃这款车的 不过目前为止除了确认第三代的CX-5 还是基于前轮驱动平台开发之外 就没有更多的消息了 由于新车没有那么快发布 所以目前的CX-5应该还会在市场上卖多一阵子哦 根据未确认的消息指出 我国的Mazda最快在年末就会发布小改款的CX-5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哦 第三则新闻 Toyota Corolla Cross在日本推出升级版 改大2.0L Dynamic Force Engine 最近另外一款在马来西亚卖的很好的SUV Corolla Cross 在日本也推出升级版本啦 这一次的升级版本还真的是有很大的提升哦 就是引擎的部分 它进行了全面的提升 首先就是原本的1.8L自然进气引擎终于要被取消了 取而代之的就是2.0L的全新自然进气引擎啦 另外混合动力引擎的部分也是新增加了一个2.0的版本 加上原本的1.8L混合动力版本 现在日本的Corolla Cross总共有三种引擎可以选择 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不管是在欧洲北美还是中国市场 Corolla Cross都是卖得非常好 可以说是新一代的神车咯 我相信大家又要问我们什么时候会有引擎升级版本 我们要等待泰国有我们才会有 据说泰国也会在年尾发布升级版本 大家会期待吗 第四则新闻 Proton Azora正式停产 累计生产接近20万 这款车当时发布的时候卖得非常好 当然就是因为这款车便宜大快 而且之后还增加了Turbo的版本 也就是现在在马路上面可以看到最多的Azora款 不过在2011年小改款之后 这款车就一直没有大改变 之后都只是推出一些小升级 包括加入HiProton功能等等 但是现在每一个月的销量都可以稳稳在300到400台左右 很多小家庭还是会选择这款车的 最近Proton官方就有一张照片流出 这也就是最后一款Azora 在这款车停产之后Proton就再也没有MPV车型了 唯一一款7人座车型就是X90 根据统计 Azora从2009年到2023年累计生产了接近20万辆 这样子的成绩真的是相当的不错了 只是不懂Proton以后会不会推出 Azora的代替者呢? 来到我们的最后一则新闻 长城汽车宣布在本地CKD的战略 工厂可能设在马六甲 最近长城汽车和一家本地公司 签了合作谅解备忘录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他们会在2024年开着CKD新车 其实长城汽车回来马来西亚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目前为止他们只发送一款车 也就是Orakukat 不过他们的新车阵容很快就要来了 根据消息 如果长城一启动CKD计划 那么他们会生产的车子就包括了Hash 6 初恋 长城泡皮卡 还有一些电动车 预计产能全开的话 年产量可以达到2万辆 不过目前还处在前期的讨论阶段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工厂很有可能会设在马六甲 来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 你最期待长车的哪一款新车呢?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的重点新闻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like share 还有subscribe 也别忘了follow我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